大家好,今天我們來到赤麵龍盃的針打戰 我們來看看演場的情況 都幾多人,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演出戶 $235 26iset5 這個人在那裡打 打了很久ی在那處 她都是玩 testing 不 step it 是我啊,是我啊,是我啊 哦,是啊,是啊,就是這樣 那我們一會兒吃完飯再跟大家說吧 好,那我們現在就完了,那為什麼我走了呢 那原本我是TOP16來的 但是呢,因為我和KMM呢 大分細分都撞了 那就變成我們16、17名就差一個名額 撞了分那怎麼辦呢 那就最後用報名的先開始聚勵 決定誰入TOP16 那我就因為報得遲過去 報完TOP16就變成第17名 那就沒辦法了 但我覺得我也OK的了 對今天的成績 那下次我報名會報快一點的 不過不要緊的,那個問答比賽呢 都拿了第五名 那就拿了一隻公仔 那樣,之後又剛巧大抽獎 抽中了那個大獎 那樣,那樣 那我也算有得著的 是啊,那現在就... 好,我們就邀請了青年龍杯的冠軍Felix 跟我們聊一聊,問一問他問題的 那就第一條 那比賽那天呢 甚至是TOP16裡面呢 其實都見到有不少的 黑黑白的combo 那你覺得為什麼 你那隊是可以在 那麼多隊的黑黑白裡面去 決定而出的呢 嗯,我想是因為 我那隊的黑黑白是 其中一個比較耐狗型 或者替身家成犯呢 可能這遊戲能力比較強 所以在互相黑黑白打的時候呢 可以在TOD的戰術上面 有多一點的優勢 所以對方看到我這個配置之後 可能就比較用黑黑白以外的方法去解我 所以就很少進入這個 就是死胡桃的 互相兩個鯨魚在這裡 死胡桃 所以其實我都不是每一次 和黑黑白的對手打 都是靠黑黑白贏的 可能都是靠另一個四隻贏 對面都是這樣 所以可能是我的配套 引領到對手判斷 將對戰移動去黑黑白以外的地方 因為其實如果這個環境 打黑黑白打黑黑白的話 我在蘇丹試過很多次 打成七十幾個回合 都是未分勝負的 會不斷地在這裡整範 提身、守住 會不斷地在這裡 但在現場比賽就會探濕 所以可能大家都有意無意地 避開我這件事 所以其實感覺上 又不是很重 這個黑黑白狐打的感覺 其實都很看得出 Fearth已經在香港的Meta 已經預先了 已經是覺得會有很多 這個黑白combo 繼而去思考這個方法 就是成分這個組合 例如去和Mewr去打的 請問一些比較簡單的問題 就是連累規則 有一個很特別的規則 就是Open Team Series 你覺得這個Open Team Series 對你來說是一個優點還是缺點? 絕對是優點 避免了很多 那些隨便被人陰的機會 其實之前 網上打線上賽 疫情關係都一次過 Open Team Series 那時已經感受過 Open Team Series 對於想起 Game Plan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因為大家的手段可以想出來 但其實不是 你看著對面的隊 準備時間可能是一分鐘 其實你不知道 對面準備了多少 Game Plan是實行的 但是你可以 預先知道 就算有什麼突發情況 你都不會有一種被人 被人陰了 突然輸了的感覺 絕對是好事 但可能如果是這樣 就對新手相對 就沒有那麼有利 這個Open Team Series 因為可能他們的經驗 不是太足夠的話 可能他們看到你六隻 即使看完配置也好 可能他們 可以很快地想到 Game Plan 導致 可能他們覺得這樣 會沒有那麼大容易 所以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Open Team Series 絕對是大歡迎 那最後一條問題 我們都第一次打太精規 那 不知道你對太精化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心得感? 我覺得太精 比擊具實在太多 就是以前極具化 一隻極具化 然後 可能可以 一推翻三 絕地反擊 但是太精的影響 就沒有那麼大 但是 就算太精了的Pokemon 其實各方面的能力 屬性不同 其實不會 不會 比沒有太精的 就算 大家都是一場戰鬥 但是相反他的變化 就好玩很多 那個Meta 開始之前早期 那些人都很喜歡 用這個同屬性本系的太精 去增加輸出 但是漸漸 就Meta 就好像shift了去 用太精化 來自己聯防 自己的弱點比較多 就是現在很多 在世界各地的大賽 都基本上 可能一隊隊伍裡面 可能是 分一番 一至兩隻 是會本屬太精 剩下那些 其實都是會選 自己的弱點 來 例如自己的弱點 來做聯防 我覺得自我聯防的用途 和變化性 是比這個提高輸出好的 相比極具化 喜歡太精化很多 和覺得變化彈性 都好玩很多 那就好多謝Felix 接受我們的訪問 之後Felix 也會出一份報告 說回他當天冠軍那隊 是啊 很努力地寫 是啊 那就敬請期待 之後S2 就會解禁一些 撥論狀出來 那就看看 到時會不會再有更多的變化 下次再聊 好好 拜拜 最後就說一下 對於當天的一些感想 首先是場地方面 我又覺得場地都幾闊落 就不會覺得 有些空氣不流通 或者覺得很壓迫的感覺 還有在控制人數方面 我也覺得是幾好的 那就是不會說爆多人 很迫 這樣就 搞到沒有定期 沒有位錯 那因為當天也有 差不多接近一百個人 那就 都不會說有些 好 那麼空氣不流通的情況 透不透氣的情況出現 那這個 我覺得是幾好的 還有 最想不到就是 史當珍的LD法 都有參加這場比賽 那就想不到 原來他也有玩 有些很奇怪 那尤其是那個問答環節 都給了很多 不是專門為VGC 就是可能就純粹過來 享受一下比賽 去感受一下氣氛的人 都享受到 朱子依遊戲的樂趣 那這樣 那這樣都覺得幾好的 那至於在鎖隊方面呢 個人來說就覺得 鎖隊就鎖得早了一點點 那我雖然都要走回他們 要去安排那些 那些 那些中英文版本 但是 那在我們PAYER的角度來講呢 就 略嚴早了少少少鎖隊 基本上 交完隊 過了不夠半天 就已經很想轉過另一隊 那除此之外 就都 沒什麼特別了 整體上的安排 都覺得不錯 挺滿意的 那一條片就來到這裡了 下一條片 就可能會出回 然後當日 用那對鎖隊 和吃烤霸的combo 那一隊的reporter 和一些 復盤 那樣 因為當日我都拍了不少 復盤 那 就希望 可以 儘快錢都出來 那就下條片再見 拜拜